台電首次開放電廠概念設計國際淨圖 祭出近千萬總獎金 26號下午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說明會 由台電董事長朱文成主持 鼓勵國內外各界參賽者踴躍報名 我想從120幾年前 Thomas Edison發明了電燈泡 然後設立了第一個電廠之後 我們這個電廠當然就是 大家對電的需求越來越多 所以電廠越蓋越大越越來越多 那時候大家覺得有電就好 但是石化燃料的燃燒造成環境很大的影響 因此除了工業的進步以外 人們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所以幾十年前我們該電廠都是加強環保設施號稱是一個環保的電廠 但是後來發現了對於這個生態的衝擊也很大 因此就有設法跟當地的生態取得妥協的一個做法叫做生態電廠 像我們的林口電廠除了環保超過國家標準以外 而且對附近的原生種的百合做一些富裕 所以也號稱百合電廠 但是電廠的外型雖然增加一些色彩 但是在這個環境看起來還是非常的突兀 因此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電廠都是零幣設施的觀念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些扭轉 因此我們希望把電廠的外型跟造型能夠在當地的景觀聚以融合 因此我們希望把電廠的外型跟造型能夠在當地的景觀聚以融合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就希望創造一個地標 因此我們在我們新計劃中的深澳電廠 大高原電廠 我們通通也請了建築師做一個外觀造型的設計 但是新大電廠在第一個範圍很大 另外一個在那邊也有師弟 還有一個人文古技 所以各種因素配合的因素很多 因此我們也希望這次特別能夠除了國內的建築師以外 我們也邀請國際上知名的建築師共同來幫忙 所以我們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 大家到新達港遊玩了 以後一定也到新達電廠來參觀一下 我想我們台灣電力公司為了大家供電的穩定 會做一切的努力 所以我們除了前面講的兩個電廠的設計 還有加上今天的新達電廠的整求設計以外 其實我們在鐵塔造型上 我們已經辦過兩屆鐵塔造型 可能各位不知道 但是這一次我們剛辦完了 已經有兩百多屆的作品來送生 而且我們會持續的在這方面努力 我們這個新達電廠完畢之後 我們在基隆的邪惡電廠 也會做一個淨土的比賽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 另外今天我們有一個電廠在基隆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的努力 最後就是希望各位建築師設計師 集中各位的智慧 能夠協助台灣電力公司 在未來的電源開發上 創造更輝煌的一頁 我希望所有建築師和建築師 都可以幫助我們 和我們一起工作 所以台灣電力公司 能繼續努力在電力公司 在電力公司 發展開發展 和發展開發展開發展 最後謝謝大家的支持 預祝各位成功 謝謝你 回來 謝謝 謝謝 起來